在今天在他的場面 我曾经在演出 我曾经在演出 在演出 我曾经在演出 我们曾经在演出 而在演出 我们曾经在演出 演出 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起了挑战 我们想两个队二为二 我会参考一下 我会参考一下 我已经有三个队 我会参考一下 我会参考一下 如果我参考一下 如果让我选一位队友的话 我们虽然说内心优势比较大 但我还是想选一个 跟我差不多身高的 这样对他们来说公平一点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挑衅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们来太科技的话 那来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因为你在气质上就输给我们了 追梦队肯定是代表着这些节目 最强的几个球员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代表节目 更是代表我们的国家吧 谁打 张俊阳 张俊阳 杨哥 你你就随便你选 你看你看他们选 张俊阳 杨哥上杨哥 上啊 来来来来来 没问题上我上 来张俊阳 一位前职业三篮球的专业队的队员 现在来应战 这二中二吧 这个对方这体型吧 我就不太适合上 这实在没办法 敢压子上架 我就就那打吧 这边出战两位 豪斯巴亚尔和 昂赫巴亚 哎神壮 两个 蒙古那两个拳手非常的强壮 一看就是在家里面 天天连摔跤的 怎么看 怎么我们这俩人薄啊 我就是担心老张头身体别让人给撞碎了 老胳膊老腿的 加油啊 安全第一啊 比特尔的这些 他比特尔的 是个特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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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特尔的 是个特尔的 是比特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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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分的比赛 进攻时间十四秒 比赛开始 确试球 我们在刚才背景当中也提到 昂古国的这个 三v三的 亚洲第一的转身 2-0 2-0 2-0 可逼不出 2-0 2-0 来看防守 他们怎么样 这下老张头的三分没中 还是黑豹队 变下对抗进来 我是有力 但是陈金凯有盖帽 你可以把我挡开 但你不能阻止我盖你 2-0 陈金凯 看看运一步 这下被对方给切掉 给到一个空间 能不能三分命中 5-0 5-0 看来有对抗 有偷懒 跟他玩四两拨千斤 来我这儿走 看来有对抗 有偷懒 这边陈金凯的 有了 三分在湖顶 自己拿到篮板球 突左手 齐婷 拉开还是一对一 有速度 还是没进 哎呀 我的妈 看看还是让对方投 齐婷直接扭头就走 给让对方进来的空间 这就 这要11-0又太难看了 7-0 7-0 好了 齐婷 总算给追凶队在这个2比2当中开交命中一个三分 2比2当中开交命中一个三分 直接从三分线外开始被打 抹进来 这球 齐婷防住 现在7比3 再往里突一步 7比5 好 何巴牙 我 背打 郑志阳 我 好强转 你出来 手手手 转 防住 这张志阳发力的还是很有技巧 只是看着身材 哈哈哈哈 知道发力怎么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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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7 7 7 防守了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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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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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来到灌篮 对他们来说 来了 老队阳 没有 陈寅盖收下篮板 两个两分了 两个两分了 7比7 7比7 时间 时间 面向 再抹进来 陈寅盖这个速度优胜很明显 赛点 你再抹进去 继续 现在7比9 安格巴亚还是要继续削 这个检测下张志阳的身体 哈哈哈哈 顶级防守 哈哈哈哈 哈哈 呜 呜 张志阳 怎么说呢 张志阳说 这我可是打专业三对三出来 好球 哈哈 上来民众 OK That's it 11比7 Game Over 11 7 自投自强 我都听着他那个五到六腑晃动的声音了 程欣凯没事 对年轻对抗立强 那 老张手撞一下 不得走医保啊 我防着 咚咚咚 我都 我感觉我要炸了 我说 千万 千万别顶下一下 千万别顶下一下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吧 就是我想着 我比你高这么多 你应该不敢跟我对抗嘛 但他们更多的还是说往内先打 我们也说过蒙古国带来了一份礼物 是不是 来 请张志阳和陈丁凯接收一下 这个是个腰带 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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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觉得 我认识是 不想要 不想要打 我认识是 不想要打 我们要打招呼 我们来自新闻 新闻 我们来自新闻 欢迎迎访 您在这种 tournament Dank of China 五个系列 这次我们的队 我们为了 我们来自新闻 带来自新闻 外星的 外星人 我们聆听到 您有一个 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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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 想想跟他 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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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是 第一次是让球队感觉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的团队 之后的领域 第二次是我们想要试试 好球队 然后赢得这个比赛 有想请某一位出列吗 特定的球员出列有吗 十一号 胡中阳是吗 想要比什么内容 召唤 我认为什么 我认为自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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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爽赖 要对抗扣篮 中锋本来你身高就高 回头臂展你还有场 你让小胡上去叮光扣 怎么不能跟小胡 跟大中锋比跑步 跑个一般比 你看他能跑个小胡吗 我这是来追梦的 这一上来就让我玩隔扣 确实出其不意 就是打得我个措手无极 太难了孩子 救救吧 没事 干就完了气势不能输 就得吓死他们 我们来给胡中阳点声音 各位 追梦队的队友 加油 好 盖下来 三角胡阳点声音 能不能给他盖下来 三角胡阳点声音 小心别受伤 来吧 盖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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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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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得吓死他们 直接扣了 胡中阳 准备 你太狗了 咋隔着进去 我就应该说 不能 不会扣篮 太惨了 我感觉我就得大远种 不 没事 我觉得我们给胡中阳打点掌声好不好 来 请胡中阳代表追风队接受俄罗斯队的礼物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特别的手工艺品 套娃 一层套一层 送给我一套娃 我侄女六岁都不玩这玩玩了 她送我一个套娃 我就非常无语 让我从那儿数套娃 还有 确实也数了二十多层 最后一层是个大米 她有再多战术 对于我来讲都没有用 我这最强大脑 我一下就看穿他们 蒙古国的黑豹队感谢你们 我们接下来在比赛见了 其实今天的赛前挑战算是三方互探虚实 对 而接下来真正的实力呢 我们就要在比赛当中见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 对